上禮拜我们强迫各位去算期望值还有变异数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已经会算期望值和变异数 如果你已经会算期望值和变异数之后 期望值是不是它的定义是E of S 等于 S P S 或积分 S F S 等于 S 那这种是一阶的 那什么是二阶的呢 来看一下 二阶的 像这个变异数它是E of S 平方 跟平方有关的 减掉μ平方 还是跟平方有关 所以它是二阶的 那任何的函数呢 我们都可以放在E of S 面 变成E of G S 那这个 G S 如果是三次就是三阶的 四次就是四阶的 如果是二的N四方 那就指数型 OK 那你就它的期望值定义当然就是 离散的情况是 Sigma G S P S 那举个例子而言 E of S 三次方加二十平方 加三 S 加二 这就是一个随机变数 S的函数 G S 等于 S 三次方 加二十平方 加三 S 加二的期望值 好 那所以我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函数取取望值 那这里 这里牵涉到的数学就比较深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样的函数里面呢 一次向E of S 称为一级动差 E of S 平方称为二级动差 E of S 三方称为三级动差 那我们可以一直取一直取下去 那就定义一个叫 K 级动差 E of S K 四方 就是所谓的 K 级动差 K J 动差 K TH Ordinary Moment Ordinary Moment 就是动差生成函数 所以动差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期望值 只是它不是只有一次方的期望值 它是包含二次方三次方 K 次方的期望值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叫做动差生成函数 这个动差生成函数是什么东西呢 它开始 请你恢复一下微积分 各位的微积分是我家的 微积分的时候的印象 E of S 次方这个函数 它有一个其乐的特性 对不对 E of S 次方的函数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它是微积分的基本元素 对不对 因为E of S 次方的微分还是E of S 次方 E of S 次方的积分还是E of S 次方 所以它是微积分的基本元素 那有了这个基本元素 还记得太乐展开式吗 太乐展开式 对于这个E of S 次方的太乐展开式 它很简单 就是E加 S 加2 阶分之 S 平方 加到 K 阶分之 S 次方 一直加到无限大 还有印象吗 当这个太乐展开式 是这个样子代表它每一阶的次方都有 一直到无限大 而且它都有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只要你E of S 次方一样 你所有阶数的那些细数都会一样 只要你E of S 次方 整个函数是一样的 那所有阶数的函数和细数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E的 S 次方可以拿来当成一个指纹 但是在动差这个上面 我们要乘上一个T 乘上一个T 让它生成出来的时候 还有变数 还有变数的话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拿来当做 这种K级动差的指纹 这里讲就有点 选妙 好 那离散的情况 E的 T S 次方 其实就是这个式子 连续的情况 E的 T S 次方 就是改成积分式而已 那这个动差中程函数的用途 就是根据态略展开式 E的 T S 次方 的态略展开式 是E加 T S 加二阶分式 T S 平方 加 K 阶分式 T S K 次方 那这个展开式里面 每一项的 S K 次方都存在 都存在 并不会消失 而且 S K 次方的系数是 K 阶分式 T 的 K 次方 那这个呢 只要这一个函数 在任何一段的连续区间里面 它是存在而且有限的 不会发散 不会跑到无限大 那这样子的函数 只要存在的话 它就可以拿来当指纹 因为它会有一对一的函数 对应关系 所以动差生成函数 就成了几率分布的指纹 所以在很多几率的证明上面 像中央极限定理 他们会用动差生成函数 来作为证明的工具 但是我们不需要学到那么深 那是数学系在学 OK 那我们资讯系呢 比较偏向于会用 所以这部分 对我们来讲 虽然没有很重要 但是理解它的话呢 对你在几率统计上面的数学背景 会增强很多 OK OK 所以到底 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说它是一个几率分布的指纹 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 两个东西的动差生成函数是一样 这里应该是写E of TY E的TY式的 两个东西的动差生成函数是一样 那它任何一阶的动差生成函数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会回顾到胎热展开式到底是什么 胎热展开式 那就是 胎热展开式 就是F0加F'0S 再加上F'0 2接分是S'0'8 加上F'3 3接分是S'3'8' 这样一直展开叫做泰热展开式 那这是在零点的泰热展开式 在零点的泰热展开式又称为麦克罗林奇数 OK 好 那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在胎热展开式的这个S的前面 还记得吗 我们加上一个I 那就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I会让它转换成绕圈圈的 复利液急速 复利液转换 OK 转换成复利液急速之后呢 它就可以跟 跟那种周期性函数 扯上关系 OK 基本上它可以表达任何的周期性函数 这是复利液急速的用途 那我们在维基分的后半 其实讲过这个东西 我想 大部分的同学都识懂费懂 过你已经看过这个东西 它在资工上面的用途可是很强大 那特别是在人工智慧机器学习 这方面 像现在 现在几乎所有 所有那种 不管是做学术研究啊 或者是做商业的 酷炫的领域 然后他们都会说 我们公司是做Big Data的 我现在是做Big Data的 好像做Big Data就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OK 那些Big Data最后 你要 你要能够从它里面学到东西 你必须要 依赖的 就是这种 学习演算法 但是这种学习演算法背后 几率统计 副列转换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它核心的部分 好 所以到底 数学家为什么把随机变数 定义成一种函数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样它定义期望值的时候 就可以很方便 而且这些期望值的函数本身 也形成一种代数结构 这种代数结构 可以在加减乘的运算空间里面 有很好的特性 透过这些很好的特性呢 数学可以推论出更多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从期望值变异数 然后动差开始 一直讲到动差生成函数 那这部分的话呢 各位 期望值丹变异数 一定要会算 那K阶动差 这个是进阶的 真的不能理解就算 动差生成函数 真的不能理解 那就算 但是最好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意义 这样会比较 给各位一点时间 请各位去把 今天的这一个内容 稍微 第一部分的内容 稍微看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